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安省宣布Omicron变种病毒感染后果不太严重后 昨日傍晚BC省首席卫生官汪尼·亨利博士给我们喂下了定心丸 新变种的新走向可能预示着大流行的终结 据CBC News报道 亨利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BC省新冠肺炎病例创纪录的激增 可能最终导致病毒成为地方性一般疾病的阶段 亨利做此番表态之时 正值BC省正在经历迄今最严重的感染高峰 受更具传染性的Omicron变种的推动 周四记录的单日4383例病例创下历史新高 亨利表示 Omicron的传播速度出乎意料的快 堪称是一场大流行的新游戏 他强调 尽管该省每天的病例数量正在达到顶峰 但接触者追踪和检测工作仍在全力开展 他指出 该省最终会看到大流行的结束 原因在于Omicron正在改变病毒的方式 这将使其更快地达到成为地方性一般疾病的阶段 而它所引起的疾病类型 以及我们大多处人通过接种疫苗得到保护 正是我们乐观估计的依据 亨利博士的看法 似乎与安省的官方研究结果都展示了利好的一面 当天早些时候 安省公共卫生部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导致的疾病后果不太严重 这项研究调查了今年11月22日至12月17日期间 发病的6312例Omicron变种病毒感染病例 和8875例Delta变种病毒感染病例 结果发现Omicron感染者有21例住院并且保持零死亡 而Delta感染则有116例住院和7例死亡 Omicron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比Delta低54% 研究还发现60岁或以上的人群中 Omicron感染者住院风险较低 从南非传来的消息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 据The Global Animal报道 南非政府30日发布消息称 该国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 该国已经度过了Omicron的峰值 死亡人数没有出现大幅上升 一些科学家预测 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前科学家 华盛顿大学流行病学家阿里·穆克达德表示 由于病例将持续上升达到顶峰 然后迅速下降 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医院 他指出 虽然病例仍将使医院不堪重负 但预计住院病例的比例将低于前几波 无论如何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过上正常生活 最后祝大家在一个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百毒不清 2021年12月31日上午10点 BC省卫生部长迪德安 BC省卫生官员邦尼·亨利博士 和BC省COVID-19免疫计划执行负责人 Pennie Bellman博士一起发布 本年度最后一次疫情通报 省卫生官员亨利博士 宣布了新的限制措施 从1月1日周六开始 长期护理院访问将仅限于基本访客 禁止普通访客进入 这些措施将至少持续到1月18日 亨利医生表示 由于疫苗在接种6至8个月后 对免疫系统的保护力降低 所以有必要接种加强剂 现在会优先为孕妇接种 稍后也会不分年龄 为60岁以下的省民接种加强剂 Pennie Bellman表示 BC接种率已接近近9成 现在会推行加强剂接种计划 它只会为80万名60岁以下 接种加强剂 而这个星期会有254间药房 加入接种计划 让药房总数在1月份达到1100间 迪德安说 现在确诊不断创新高 Omicron也带来很大的挑战 他呼吁省民 承接之前接种疫苗的成绩 尽快登记接种加强剂 BC省也宣布缩短 完全接种疫苗者的隔离时间 亨利博士说 已经接种两剂COVID-19疫苗 并且感染病毒后 症状逐渐减弱的BC省人 现在只需要自我隔离5天 而不是7天 过了这段时间 如果该人的症状消失 他们可以戴着口罩进行日常活动 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 时间表没有变化 除了这一变化 亨利医生说 该省正在加快被孕妇注射加强针 BC省劳工厅提醒 全省雇主及雇员 由本周末2022年1月1日起 在公司已工作满90日的合资格劳工 每年将可以获得最少5天的有薪病假 有薪病假保护措施适用于就业标准法设计的所有劳工 包括兼职工人 但由联邦监管部门及自雇劳工除外 劳工厅长白恩赫表示 时至今日依然有近一半的BC劳工 未能享有有薪病假 当中大多数都是收入较低的劳工 他们往往难以负担任何薪酬损失 最终不得不带病上班 白恩赫指出 有薪病假有利于劳工雇主以及经济 对BC省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 省府正在以这种重要的方式 志愿劳工及雇主 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省府早前透过全面的公众咨询 确认有薪病假最少应有5日 而根据其他强制规定 有薪病假地区的经验 大多数企业的相关成本增长低于预期 企业同时发现新措施带来的明显好处 包括提高生产力 有助保留受讯员工 减少受伤风险 提高士气及工作效率 BC护士工会对BC省府 有意要求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病症轻悲的医护人员继续工作 表示担忧 BC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 昨天表示 有意效法回省的做法 对已完全接种疫苗 但依然感染新冠病毒 以及症状轻悲的医护人员继续工作 亨利医生说 正在为在医疗保健环件中 患有轻度疾病的人 寻找适合工作的健康状况 但目前仍在研究 包括该类医护人员负责的工作范围 会否与其他患者有互动 工会副主席达内特 对亨利的想法表示 惊讶 认为将新冠病毒引入工作场所 令人无法理解 同时非常担心 下月医护人员的配备水平 BC大学临床医生兼副教授 艾米泰表示 卫生当局的想法令人担忧 事实是 医护人员两年来一直超越自我 但并不是机械人 不能指增加压力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 上个月食品价格继续飙升 与去年统计相比 今年11月的食品杂货价格 增扎了4.7% 报告称 与去年统计相比 消费者购买食品的花费增加了 11月从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 上涨了4.7% 高于10月的3.9% 这是自2015年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当时价格上涨了5.4% 11月的新鲜蔬菜价格上涨了2.3% 其中黄瓜 蘑菇和西兰花 推动了价格的上涨 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和供应链的中断 同比上涨了6.4% 11月份的新鲜货冷冻牛肉的价格 同比增高了15.4% 不利的天气条件导致 作物产量低下 使农民被养牲畜的成本增加 反过来又提高了消费者的价格 遗憾的是 专家认为这些价格在2022年继续攀升 加拿大2022年食品价格报告预测 食品价格总体将增加5%至7% 该报告由达尔哈斯大学 贵尔夫大学 萨斯科扯温大学 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汇编 预测一个四口之家的 平均年度食品账单将高达14,767元 比2021年增加了966元 研究人员将其归咎于高运输成本和海运能力下降 导致的食品供应链挑战 此外还有劳动力方面的挑战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12月20日的报告 2021年第三季度 植位空缺数91万2600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报告称 气候变化也发挥了作用 BC省的严重野火和大草原的干旱状况 影响了肉类和烘焙产品的价格 食品项目可能面临需求增加 同时食品成本增加 食品零售商可能看到盗窃率增加 我们将继续感受到气候变化 越来越大的影响 以及运输和劳动力市场挑战的持续影响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有近7成的加拿大人 对2022年的前景感到乐观 根据Mira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47%的受访加拿大人表示 2021年对个人及家人是十分差的一年 有69%的人则表示 2022年将是美好的一年 略高于一半受访者认为 透过接种疫苗及改变个人习惯 疫情可以在2022年被击退 52%的家人表示 2022年底前疫情将可抛诸脑后 但有4分之3的受访者担心 未有接种疫苗的人士 会令家国陷入疫情循环中 60%的人认为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不会有太多后果 51%的家人认为 2022年的财政状况会有所改善 46%的人对2022年的经济充满希望 55%的加拿大人 已经为22年制定新一年的计划 调查在12月20日进行 共访问超过1500名加拿大成年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